好,我们来测试指中做的 我们的AM系统的安装测试 首先你要下载它的Image档 它是一个压缩档 把它解压缩成这一个资料夹 在资料夹里面有一支程式 叫SH,这支快速安装程式 那这边有使用说明书可以看 那有一个快速安装的地方 是你要准备一个8G的SD卡 外加一个SATA的那个SSD硬碟 你可以自己准备 这样会非常非常的快 那做法很简单 到你的资料夹开启终端机 好,进入最高权限 看一下 这支执行档有没有是可执行的 如果没有 做一下 让它变成可执行的 直接执行 那我们会用到一个叫Pathcom的那个程式 那我故意把它移掉 现在我重新装一次 它侦测到你没有Pathcom 这支应用程式 它会帮你装 请你按下Y或预测值按Enter就可以 好,我打下Y 那系统会帮我自动安装Pathcom这支程式 那这支程式只会装一次 只会安装一次 那你在做这支程式前 你最好先确定一下 你的CF卡跟你的那个SD卡 它的所在位置是不是正确 好,那目前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有一个SDC 但是没有看到一个SDB 没有看到一个SDB 那一般会建议你要有知道你的水深硬碟所在的位置 才可以 如果没有你可以用什么G-Party这支程式看一下 或者是用Disk这支程式 看一下你的东西 好,有SDB、SDC 那我的CF卡是8G的 所以它是SDC 那SATA是变成SDB 那我接的比较早 好,那我现在重新把它拔下来 拔下来之后呢 那我这边就没有其他的 不会有其他的硬碟了 那重新再把它拔转回去 我先插下CF卡 SD卡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得到我现在有SDB了 那我接下来接上 SATA的硬碟 那这个时候应该要有SDC 那在做这支程式前先确认一下你有没有这两个字位置 如果没有请你善用你的工具 用Disk也好 用什么G-Party也可以 把它确实做好 确认好 现在我SDB是7G SDC是60G的随身硬碟 确定有 确定它有 确定它有 那你也可以用它先分割也可以 不过我们这支神社会自动帮你分割 你可以不用担心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那接下来他会问我要输入哪一个image 这个image他会预设会抓到 没问题 就按下Enter 你的CF卡他会问你SDB 是不是不对 请你修改 那我现在是对的 CF卡是SDB 那这边是SDC对的 好 就开始做了 那我们来测量一下时间 现在是33分 好 现在是33分 他开始运作 那为了节省露营的时间 那我待会会暂停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时间 从33分开始做 那做完这样子一个系统 我们需要多少时间 好 完成一个系统监制 我们需要多少时间 好 你看他解压缩速度非常快 如果你有USB3.0的界面 完成这样子一个制作 CF卡跟SATA的硬碟是非常非常快的 好 那我这边录影稍微 因为只有等待的时间 稍微暂停一下 等他快要做完的时候 我们再回复 好 我们现在的时间是37分 那这支程式会把系统做两次安装 一个是把系统全部装在CF卡 8G的CF卡上面 另外一个他也会帮你把系统做到SSD SATA的硬碟上面去 因为我们测到用SATA的效能好非常多 那CF卡因为读取跟写入速度实在有点慢 所以我们把系统转到SATA去做 那你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利用CF卡来做使用 不过那个效能会比较糟 当你把系统转到SATA之后 是可以获得较高的效能 万一你没有SATA的硬碟 那你直接用CF卡也是可以运作的 也是可以运作的 好 我们花比较多时间在做CF卡 前面CF卡做完 然后他会接下来做SATA的硬碟 那SATA的硬碟上面就会非常非常的快 你看他百分比跳的速度就非常非常的快 那这也就是效能为什么会差在这里的原因 好 接下来还帮大家检查一下档案是否正常 好 这样就已经做完了 那时间是多少 40分钟 33分到40分 不到7分钟的时间 把我们系统写入CF卡 并写入SATA 同时做两次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制作的时间 是觉得相当不错的 辛苦指中老师了 那我们这个使用的也是卡让在录音 好